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选择过隐居生活 湖广荆州一带某小镇上有位挑夫 叫张大牛 人如其名 长得如牛般魁梧壮士 心地善良 平时靠一身戾气谋生 比如帮人挑东西 搬用货物等等 遇到穷困人家 他经常不要工钱 为此 邻里相亲都对他很尊敬 也有好心的邻居 见张大牛不仅有一身力气 还头脑灵活 暗地里叹息 他不考取功名可惜了 对此 张大牛苦笑不语 他也是郁闷至极 乱世当道 空有一身本领 却只能靠出卖力气维持生计 一天 镇上留财柱找他 帮忙送几十斤山货去临县 张大牛爽快答应了 这一趟张大牛转翻了 刘财柱答应出一两文银工钱 这可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关键路程不远 只有五十多里路 早上出发 晚上可以赶回 那天东方才刚刚露出于杜白 张大牛已经把山货用箩筐装好 上面还覆盖上干草 一路上哼着小调就出发了 才出门没多久 张大牛放下肩上的担子停了下来 身后走来一个老汉 他正费力地拖着小板车 车上摆放着两个大楼筐 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沉 老汉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大叔 晚辈会来帮您的 说完 张大牛连忙从老汉手中 接过小板车 费力地推着走 壮士 多谢了 老汉说了声谢谢后 也没有让张大牛白干活 他接过了张大牛肩上的担子 这担子不轻 但挑在肩膀上 比推小板车轻松多了 一番聊天得知 老汉姓赵 他要去镇里卖山货 这小板车上装的全部都是 从村里收来的土特产 正好张大牛也要经过小镇 所以俩人顺路 原本以为到镇上这二十里路 要不了多少时间 无奈赵老汉毕竟上了年纪 身子骨比不上年轻小伙 他挑一段路就得休息一会 就这样俩人走走停停 直到日落时分 二人才赶到镇上 无奈 张大牛只得在镇上 露宿一晚 准备第二天一大清早再出发 俩人分别时 赵老汉对张大牛感谢不已 啰啰啰胡须 郑重说道 壮士 老汉无以回报 不过刚刚观壮士面相 眉宇间隐隐有一股黑气 如今是乱世 出门在外更要多长个心眼 说完 还给了他一个药丸 说可以防备小人 用迷香偷袭 多谢大叔提醒 小生会注意的 张大牛接过药完后 公身抱全回道 二人分别后 张大牛为了省钱 故意找了一家偏僻的客栈住下了 店里的当家是老板娘 姓柳 面相清秀 说话时脸上表情平淡 活脱脱一个冷美人 张大牛此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将担子小心放下后 随便吃了些干粮睡下了 睡了一会儿 张大牛感觉精神好多了 脑袋也清醒不少 望着屋外浓浓的夜色 心头总有些不安 他不禁陷入沉思 此处极为偏僻了 已经走出小镇两三里路了 若非为了省钱 张大牛也不会绕了几圈路找到此 奇怪的是 小店生意惨淡 但是客房挺多 装修还挺讲究 伙计都闲着没事做 而老板娘对此并不发愁 张大牛来住店 他也是一副不嫌不淡的态度 这着实让人纳闷 大概是此时时分 张大牛很渴 他呼唤店小二没有反应 只得自己下楼去找些水来喝 刚刚下了楼 正撞见老板娘神色疲惫的迎面走了过来 张大牛一时好奇 惊不住多看了一眼 他惊奇地发现 老板娘身上白天还光洁如新的衣裙上 竟然沾有不少泥土 像是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的 这时 老板娘发现张大牛正在盯着自己看 他冷哼一声 一双美眸泛着寒光 可把张大牛吓了一大跳 张大牛连忙回避 解释自己渴了想喝水 老板娘瞪了他一眼说道 好了 早点休息吧 张大牛找了一壶水后 立马上楼 他倒不是害怕 总感觉老板娘和火鸡都神秘兮兮的 尤其是老板娘衣服上沾的那些泥土 很是蹊跷 老板娘身子娇贵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 不可能会去地里干活 况且他还要守着小店 上了楼刚刚躺下 张大牛突然听到轻微的砰砰响声 很有节奏感 就像是农夫厨地弄出来的声响 大半夜的 这是要干嘛 张大牛想不通 心头的疑惑更深 漠然间 脑海中突然想起赵老汉的话 说他眉宇间有黑气 叫他一切当心 念此 张大牛不敢睡下 而是悄悄拿起了扁担放在身边 然后装作酣睡如雷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 突然窗户传来动静 接着传来一阵异香 不好 这是迷香 张大牛心声警觉 他连忙捂住鼻子 然后偷偷拿出赵老汉 白天给他的药丸吞了下去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异香味消失了 紧接着传来一阵 轻微的脚步声 张大牛装作昏睡 手中却紧紧握着扁担 这么多客栈不选 偏偏来这家 年轻人啊 只能怪你倒霉了 屋外有人发出了一声轻叹 雅人手上拿着绳索 以为张大牛被迷香给晕倒了 直接用蛮力撞开房门冲了进来 张大牛惊奇地发现 来人竟然是店里的伙计 二人正准备行动时 张大牛突然一而起 手中的扁担狠狠朝一个伙计抡了过去 这伙计猝不及防 还来不及叫喊 已经被张大牛一扁担给打晕了 另一个伙计被吓傻了 神情发愣 等缓过神来后 也被张大牛一扁担给撂倒 张大牛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抄起扁担快速下楼 不顾伙计阻拦冲了出去 幸好张大牛身体强健 奔跑如飞 跑了几里后 见没有人追过来才坐下来休息 不过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猜想这客栈肯定有诡异 顾不上休息 连夜赶去衙门报案 官府见张大牛气喘吁吁的模样 相信了他说的话 连忙派来捕快调查 很快 捕快在客栈发现了一个密道 里面竟然是一处古墓 老板娘和伙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 这客栈只是一个幌子 盗墓贼白天开店 晚上妈咪到盗墓 这也就解释了老板娘见客人上门 还态度冷淡的原因 午夜时分 张大娘撞见老板娘一群 沾泥也不足为奇了 或许真的是用了天网恢恢书 而不漏那句话 几天后老板娘和伙计落网了 他们如实交代了事实 县衙破了一桩盗墓的大案 给了张大牛一笔赏银 张大牛接过赏银后 花费不少功夫找到赵老汉 江赏银分了大半给他 若非赵老汉好心提醒 还赠给他可以解弥香的药丸 张大牛纵使本领高强 恐怕也在劫难逃啊 也有人说 张大牛因为心善 帮赵老汉推小板车 有了此善举才换来了后报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善友善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